食課之人 選SAMMY SAMMY選東西 正啊 好 吃什麼 冬天來了 我覺得冬天是要吃這個東西 你剛剛回來嗎 你也瘋了 來啦 有多久了 你去哪裡啊 最近是吃這些保暖的東西 喂喂喂 現在在說不是整吃保暖的東西 是你那句話 冬天來了 我告訴你 春天都來 那條小蟲翁翁叫了 做冬了 冬天來了 冬天來了 冬冬也來了 冬天來了 快要立冬了 做冬了 冬至 冬至這個東西也適合吃 很多人都會在冬至吃 所以今天就給大家試一下 吃完之後會很暖的 今天試的是水餃 大約在冬至 大約在冬至 吃完水餃會比較暖嗎 對 因為北方 你說得好像吃火爐 不是 吃炭 吃炭 吃火爐 吃火爐 用癌 吃完就很暖 因為北方人覺得 之前也有說過 餃子的起源是跟我們的耳朵有關 說形狀跟耳朵很相似 所以北方人就會覺得 我吃完這個水餃之後 冬天就會很暖 耳朵就不會掉 所以他們在冬至的時候 一定會吃這個水餃 冬天也一定會吃 很暖 其實我想這些 剛才就是穿著附回 你說的原因 說不下去 一下刺爆肉 我最覺得是 飲食行法很簡單 就是方便快捷 裡面有肉 有菜 有澱粉質 一塊餃子裡面 三個東西都齊了 這麼方便的東西 以前農家的人 怎麼搞到這麼多東西 除非是皇帝 對 就說我分開煮 分開炒 最好就是什麼 搞一塊 其實你可以幻想以前就是 有些肉 有些菜 用些澱粉 麵團 包起來 一塊塊放在那裡 六熟就可以吃了 其實是這麼簡單的 不用炒 不用成 不用煮 六熟就可以吃了 不過真的很好吃 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吃餃子 餃子我可以吃到二三十隻 哇 我一包不夠吃的 家庭莊出來 我也吃到一包 十隻 十隻 坐一坐 我就想再吃 我太喜歡吃 我也喜歡那個感覺 我不知道 很實在 所以那時候我去上海工作 剛好有一個空檔 出去街邊吃 上海很好 我馬上問 那些人在上海拍攝 有一個演員 上海演員 他說 我帶你去炒餐廳 蛤 蛤 蛤 他們來講 我一講是十年前的 不是現在 十年前 他說 很多拍戲 香港人都來吃這間 我說你不要 你不要 你帶我去吃 最地道的 結果他帶我去吃 地道 他說 那間很美的 街邊的最好 髒不怕 不怕 喜歡 肚餓不怕 怕 在坑渠渠渠裡吃 不是 他在坑渠就套 對 你說你家 你家 你家 那些叫做水流水面 我是住了不住 幾年 這是地下的水道 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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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帶了一間 我為什麼覺得那個地道 因為那裡有蒜頭 那些蒜頭 我第一次看到 人家怎麼吃 他一口餃子 一口蒜頭 一口蒜頭 很重 很重 很棒 很開心 下醋 搞到我也想去一次吃 喂 我一個預期推到很高 這個韭菜豬 我們平常吃 韭菜豬 我最喜歡 開剩一份 韭菜餃 我最喜歡 但是以前附近有一間韭菜餃 我每次都吃韭菜餃米粉 我吃韭菜餃就被人罵 很臭 不是 一開就臭 整個辦公室臭 很臭 你吃那個你喜歡的話 就覺得很好吃 但聞真的很臭 好 看看這個臭不臭 臭 臭 嘩 皮太厚 皮太厚 嗯 中毒越來越沙發 皮太厚 開始沒有聲 越來越小聲 中毒不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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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市場買的 超級市場急凍的 碼頭 那邊是煮得不夠厚的 不是 因為今早已經試過一次了 釘完那個溫度是剛剛好 時間都剛剛好 我今早已經釘完了 不是 這個是新的 做節目之前 我自己要試一次 我怕不說 怪你 我怕不公道 人家說了皮厚 原來擺多了 不是新鮮 但肉眼看它的邊邊都是偏厚的 酸 都是偏厚的 通常都皮厚的 不過你煮的時候 煮的時候 你現在說話很可愛 嘩 嘩 吃光了 三隻 韭菜都很香 都可以 肉可以再多一點 可能皮 皮多就可以 因為本身都是多皮 不過煮下去就不能生 因為它有一點生生 生骨 還沒熟透 還沒熟透 煮的時候還沒熟透 如果熟透了 就算它的口也好 都會好吃 因為這隻我也有買 要焗著它 它就會透了邊就好吃 焗透了 有焗的 煮完之後 焗一分裏 你什麼都做足了 但又不好吃 你很討厭這些 應該是碗的問題 就是碗 是很不對 你臭小子 是一樣的 叫你做的有沒有做 一有做 二有做 三有做四有做 但是那件事是錯的 錯的 我做了 一至十都做完 真奇怪 你沒有讀書 有啊有讀 我讀完的時候 讀完這樣就不合格 不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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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的 我讀完都不會熟 都不一百分 讓你氣死 好 新東西說餡料很矜貴 哇 今天的新貨是 海森鮮蝦水餃 是呀 它放了海森下去 對呀 感覺上冬天再多暖一陣 為什麼 冬天你不會拔海森來吃嗎 拔是暖 海森本身不是暖 是嗎 感覺上天會吃東西 吃海森整個人都暖了 吃羊腩幫我整個人都暖了 我也聽過 吃海森整個人都暖了 海森其實是補什麼 我也想知道 補什麼 補什麼都補不到 我也想知道 補什麼很奇怪 在罵人無緣無緣無 不想想想 補什麼的 好像真的是海森 補不到了 子女大 補你大 是不是子女大 補你大 補你大 補我大海森 在罵他 國馬海森 補我大海森 補暖補什麼 我真的想知道 這粒是小粒,小粒小粒,小粒小粒小粒 這線海參吃暖一點,有什麼道理 明天我走上雪山,什麼都不拿兩粒海參 飛耳士風,硬的,空腦吃,我就泡巴 你泡巴,我吃開心,我泡巴也不拿,我拿海參 很暖,你以為是火棒,海參是火棒,在損,海參怎麼會暖 如果你說吃辣椒會暖,我也覺得是 他知道錯了,海參是什麼? 海參鮮蝦水餃 鮮蝦是怎樣? 鮮蝦是沒有特別說的 它是哪裏出的? 這個也是同一個牌子 蝦是用了南非的白蝦 出名的? 對,其實我覺得是普通蝦 上網看的 你的屋村是強哥 你最好選是強哥 南美的白蝦 南美白蝦 其實這樣看內容都是差不多的 不過你問我吧 我不是很奇怪的 不過先說口感 口感應該夠爽 蝦又爽,他又爽 應該是彈牙的 應該是豆爽 我試一下 兩個都沒有味道 蝦有蝦味 淡味 你沒有說錯 沒有味道 食神 它的調味都沒有什麼 豬肉有肉味 韭菜有韭菜味 它有豬肉 它有豬肉 裡面也有西芹 椰菜、木耳、洋蔥 其實聽起來也挺香的 沒有 木耳也沒有香味 有木耳就不用海參了 其實是 咬下去的 質感不差很多 我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我吃不錯 海參本就沒有味道 你吃一半 你吃一半 吃一半 你倆這麼親耳 我以為只有一隻 咬下去一半 我以為只有一隻 我以為只有一隻 真的這麼小 你說是呀 我們這麼親耳就可以了 幹嘛 你很害怕 你很害怕 Marco打情罵招 我不應該跟他有關係 關係很棒 我不要緊 我不介意的 我很大放 是不是淡味 沒事的 沒事的 我不覺得是在吃 海參 有感覺到有蝦 有感覺到海參 我只是感覺到油油 吃蝦我吃雲吞 還有一隻很韌的豬肉雲吞 是呀 是韌 海參又韌 還有餃子 要很有脹筋筋的感覺 肉 咬下去有肉 差一點 有香 沒有香 沒有肉 淡味有沒有 像是什麼呢 約了人放飛機 剛才沒有出現的感覺 他說有 但其實沒有 沒有 約了人放飛機 揭頭魚 阿叔揭頭魚 約了人放飛機 海參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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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吞 海參蝦 海參蝦狗子 海參蝦狗子 雞到爆了 來 給我 舊東西 如果是韌菜豬肉 同樣地迷你 15隻 應該是13元 8 還要減這麼多 減5元 當然 我覺得5元 小儀剛才說的咖喱飯 平平無忌 平平無忌 這個像初中的嘉靖堂 表姐做些東西回來給你吃 我沒什麼料到 沒有 8元 兇友的 餡頭 今天是8元 今天新的食物 不用吃了 因為新的食物是24.9元 15隻小的 剛才吃了4隻 15隻 貴一點 當然貴一點 平日只有13元 貴多少 13元 計10元 也要11.9元 吃狗菜餃 可以了 吃狗菜餃 我也是覺得 如果要溫飽 要快暖身 肉 菜 搞定了 花膠 海參 海參 就是難消化 是不是 也不覺得有海參 海國 海參 海參 本身沒有味 海參 海參 是沒有味 沒有味 它倒了 是醬汁 有味 胃 胃 所以它本身 放海參 只有一個咬口 你有雲耳 木耳 木耳 就已經有咬口 不用用那個 木耳 搞汗 更爽 更爽 不夠猴 還想聽早霸王 快點上8001903.com 聽一份節目重玩 早霸王